星期三,我要投机,主持KC,由KC主持,以分析每周杠杆式投资产品,希望观众能以刀仔鞠大树,战胜市场 好,回到第二支了,刚才不断吹,我说了太多了,有什么武器说,我后面网友大家发表的意见,刚才在吃饭的时候有很多问题, 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很有意思的,但因为我年纪比较大,就开始有落次运势的症状,已经开始忘记刚才发生的事情 不如大家准备刚才记得的问题,不如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我刚才问KC,好像现在的黄金,你叫我们可以持有1280继续hold 然后我这几天在做研究,就说每天的波幅有十几十元的 那一般投资者,应不应该尝试去捕捉这些上落? 是 他好像找餐饭那样 是,有没有人给一些意见呢? 因为没有金科肉弱的,我说我对你错,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样谈谈,可能就是让你找到道理出来,不出奇的 有什么意见呢?对于这个问题 我先回答一个,第一件事,差价其实是有的,大家只要捕捉金 然后本身再加上佣金,这两个要继续的因素里面 很多时候人们就没有继续这两个,因为其实恒指也要好些 恒指的差价窄很多,还有香港市面的佣金也便宜很多 如果你跟金当一手比的话,所以我觉得这个短炒真的要捕捉到 即是基础成本已经高了很多,所以第一件事要计算这个 第二件事,如果这样也可以的话,那你就要看回你的方法的成功率 但是我觉得比较可取的那些小字图,真的会主要拿到形态 还有我会是怎样呢?第一件事一定是一个方向 即是看回日线图,日线图,例如我们现在是买升的 那我就一定不会做淡,一定不会做淡 只是买升,只是带你找位置去买升 即是可能这个位置顶,那你就走一走 之后你再低回,咦?不太对路 可能例如说,因为你本身也是迟买升的 但是你刚刚走一走了,但是之后很快就扭上去 那你可能穿过了一个新高,你一定要补回 你起码不会失去大落,即是你越迟就越不舍得买 又昂贵了,又昂贵了,不买了,原本设定了在那个屋 你会这样欲痛,所以你一定要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不管了,过了这个位置,我们就闭上眼 即是Hit and Run 如果是日线图的那种心态 日线图,甚至不一定是平仓 因为如果它正在走二十小时 如果它正在走的话,你要被它走远 我不会是看得很短,因为我最小都看小时图 不是分钟图的那种,就是 对出很多种的,我纯粹只是看小时图 但一定不会看分钟图的那种 有没有其他意见吗? 但是小时图,你哪个位置入的? 如果是,但如果那些五分钟的那些 可能会变得更漂亮 是不是看完小时图,才看你五分钟 我,当我觉得,确认它是 不会再跌下去的时候,就进的了 因为,我觉得不是看过去部分 我要看,因为我们买的东西是看未来的 如果未来将来展现更高的价值的时候 我在这个位置买的东西 就是,跟你说只是升到多少 这个才是重点 而不是说你现在是什么价,不需要知道 现在是什么价,就是我这样看的 在什么位置买呢? 刚才你牵扯了几个问题 第一就是,毫不容易会议 有这么大的科幅 我自己心态有两种 就是,你要决定现在有没有趋势 这个就是回到基本部 你看看,现在有没有趋势 如果黄金,是有整个趋势出来的 你看看,今次的金是要再升的时候 那你就,你希望捉个大浪 还是捉每天过了10元? 你跟自己都很老实 你回答了自己的问题 如果现在是一个趋势 就是,比如上一两个月 金是正在砌的 正在怀疑,正在控制 那控制的时候 可能里面的策略 你就会短一点了 你可能就会做到好 就是,会跟随小事图去做 就是,每天打一下你 但是,如果现在好像是 开始离开了这个 这个区间之后 它会再上,再单边升的时候 你就没有太多 嗯 就是,你纯粹就是 我捉回一个大浪的损数 就是,在那里捉回那个长汤 白人捉过去 是啊,你给你白人捉过去 就是说,那个trade出来 你白人捉过去 你是没有方向的呢 你就是 可以做一些day trade 或者做一些小事图 半小时 最短的15分钟 5分钟我就觉得不可取 因为,你做得太多 对啊 但是,你买卖差价就多了 嗯 你要记住,你进多一次的市 你就是赌多一次 和你赌钱的概念是一样的 你赌得越密的,你输的机会越大 嗯 嗯 这个是赌场,很坦白 既然赌场的话 你不要赌那么多 收到费你要给了 买卖差价你就给了 其实那些人为什么去到最后 我在这么多年里面 见很多客户炒这些东西 很有趣 那些客户去到最后 你看那个statement 他没有输钱的 但为什么钱输了呢 佣金 佣金和买卖差价 其实他已经很聪明了 他已经是不输给市 但是输了给佣金和买卖差价 所以呢,你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就是做你刚才那些问题的时候 你知道现在 你要判断一下 现在是不是有个trend 有trend不要trend 处理方法是什么 有trend的呢 不要了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Buy and hold 你Buy and hold 然后呢 多一个stallage 就是尽量做公关做小一点 就是本金大一点 你预浪是 比如今次的金 你都见到Facebook 我都post出来 我们星期三做完节目 我都从其他讯号 平均线 还有你留意一下 是对上那几天 每一天的day low 是一天开始 一天高过一天的 今次很有趣的 你找一条直线 因为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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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 就是这样的跌法 你想想 美金跌了这么久 做个箱底 比肥子弄做了箱底 这么难得 竟然一天里面 别打回原资 落回108 落回107 即是美金有机会 再踩低一点 的时候 那些金就配合到了 形态得 平均线也得 趋势线也得 那两天前 譬如我去 我是觉得今次的趋势 我自己都四十几元 五十几元我都买了 但是我买的比例很小 可能我都是做十倍 十几倍 但是我摆在那里 我五十几元 我只是摆在 十七名均线 32元 我摆在30元 我输了输了 十几二十元 但是我上面 我给他放纸腰 是这样飞 我不知道飞去哪 是不是 刚才今早有人 打出来 在我们群组里面 今早马大眼看到 一千二百八十一元 我走不走 如果你的户口可能不行 三五千美金的 做一两张 我当然走了 是不是 瞎大眼 昨晚的户口 三千元 今天瞎大眼 六千元 我还不走 当然走了 是不是 因为跌下来的时候 你的抵护率是低的 那当然走了 所以很看你的 仓的本金 和你做的手数比例 譬如说我自己的例子 可能我十万美金 我做的四五张 我现在不走 惨了 是不是 那可能 那策略已经是完全不一样了 大家都可能买两三张而已 但是我半金和持货量的比例 已经不一样 所以呢 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尽量 找到一个trend 找到一个trend 就和刚才那样对应方法 如果 你又不是我手痕的 我真的很喜欢赌的 今天 我明明 哎呀 我真的 小事图 很棒 刚刚破了小事图的平均线 想跌下来 有机会跌回五元的 我想拗它 我建议你 就多开一个户口 不要做同一个户口 就是说你打算做trend 那户口就放在这里 放了stop loss 就放在一边 不要理它了 直至我刚才 出了刚才我告诉你 那四个condition 包括两条脚啊 平均线转弯啊 负DI升啊 那你就走了 整个大戳 平戳计数 我都很相信 你起码有一两成 但是如果你不是的 你短那些的 你一组就走 一组就走 一组就走 但是呢 你必须要做的方法 就是肥仔所说的 你只可以做好戳 你不要做淡戳 因为淡戳你是 against the trend 你熬不起 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分别 第二个分别 刚才你提到一个用五分钟图 其实你可以调回转头 你用一些小时图 小时图其实都有用的 小时图你发现到 如果要出两条脚那些 都会用的 那时候我发觉都是会用的 那么等小时图出两条脚 那就买了 是吧 那就解决了你的问题 好 尽量不要用五分钟 五分钟就 恒指那些 我看一小时图好像很滑 其实我告诉你 恒指很难解释的 你拿这些图 为什么呢? 因为太容易操控了 哦 真的太容易操控了 太多人在看着这个事 那个是外谈 那个是你试我试你 你随时做一点心 我就觉得恒指你应该就 我绝对不建议你倒小时图 你倒日线图都还可以 是不是? 比如上个三个月做完节目 我觉得 基本上恒指没形态没性 但是如果你要倒的话 还是做淡 不会做淡 现在我谈一谈 穿21,000的话 已经双顶了 那就要穿才是 就是星期一 如果要摘起棍的话 你快点放假 哈哈 这个问题 接下来 解答到这个问题 解答到 清楚 有没有其他分享? KG Sir 刚才的问题 还有一点想问你 如果那些真的是手痕 是 在整股 的情况下 我就想倒了 那会有些人 你的意思是在intrader里面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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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升到上去 我真的高估低渣 有没有什么做法 就是我赢了 我只保持直赌 到我输了一下 我就停了 会这种strategy 会有效 你怎么看呢 这个也很加过性格 因为我就是这么难倒 就是读这些东西 反正很有趣 我倒这些 我倒这些 真的很难倒 但是你叫我去澳门 放2000元进去 买大声 我在那里震的 哈哈哈哈 我的心是这样跳的 另外一种做法 刚才你说的 都会有效的 就是 譬如说 当然 我是假设了一个方言 譬如最近升 Eva就升了 我就会淋 就是淋上去 譬如现在我 我的户口有5000元 我最多可以做三张 可能我觉得 咦 不是我来了 就是要升到小字塔 有信心 我会三张 坐三张下去 为什么 我输了5000元 其实在这里 其实类同炒恶笋 而已 买一张 就是那张 对吧 就是 如果我一买 买三张 它真的摆上去 我随时3000元 变成6000元 而当我小时没有改变的时候 还是棍接棍 不停升的时候 只要我仓里面有够钱 我就再拍多一张 我就会给了四张 哦 就是当我升的时候 我不是三张底到顶 我三张 我做够 赢钱赢多一张 我就撲四张 五张六张 一直不停落 到那个仓很大的时候 要不就 没你头 啵 你会很融 嗯 如果不然缩回到最后 就变成变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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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买一条支付是要加住 因为你加住的主 每次赢钱就再下 因为你加住的主是拿你的事送给你的 你的本金是5000元 是5000元 那才可以有几何级的 那有机会你5000元变变20000元 是很快的 可能你最后都不是赢了很多 但是你玩得这些 你真的不要离开一桌 你不能走的了 直到你赌完这副牌才能走 你就不能赢了一张到十三张 哎呀,睡了一觉 我现在通常睡了一觉 大玩回来 你明明知道这副数就变成了 就只是一只日圆而已 一棍就没了 之前你 箱底不停满上去 你当 不要说小线图,当日线图 都可以的 是不是?箱底是这样的 哇,多支签我又做了一张 比如那一阵箱底的Yen 你千万不要在那里发癲 就是我认识 我整个身边只有五匹是兵金的 就靠这副了 就靠这副了 你一下去就五匹是枯巴典做 你去看 你也知道他没有找我 你不用留言给我,我不会答你 你刘慧燕真的很多 刘慧燕真的很多 刘慧燕 这个有点好分享 刚才我回覆的时候 我都有讲一个 一个位置 最重要是如果你高的方法 本身长期赢的话 你不要急着去赌 因为你只要长远 留在市场上的话 你长远就是 你都是赢家 可能这几次黑仔 而且刚才你说 如果是输了一次之后 是不是继续的 继续 输了一次是停的 其实这个也是好的 对你的心理质素 因为很多时候 你可能输了 例如输了2000元美金 你就会很想那种追回 我曾经账户最高 可能是8000元的 现在变成6000元 你很不强 那些你要先放下 那些包袱 其实有时候 我觉得投资和哲学 是很惯低的 你那些放得不到 你放一个旅望 就说你三十多岁 你二十多岁 就知道了 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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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细年龄 二十多岁 那边是老人家的东西 这个也对的 其实因为 就是和你打拳一样 你被人偷了两拳 我又不是稳定了 你还死下去和人砌 你是不是在死呢? 嗯 被人偷了两拳 当然了 等自己回复 醒了 返回自己 就是重新 再做回所有的步骤 那你才会再进去 你怎么打保力球呢? 因为你们都打保力球的 打过保力球 一样 你打过保力球 为什么打几个位置都不对 你没得死来的 你真的要退后 重新想过 距离是否对 几个步 接着手怎样 重新想一次怎样做过 才再走上来打 一样的 你没得发脾气的 尤其是你焰焦焦 但是一件很重要的就是 记住千万不要全职炒住他 因为如果输了 你做罰人 做罰人 你不可以再有子弹 再下支离 对不对? 这个很重要的 真的 但是记住 刚才你想的这个方法就是 我们节目的征税就是 刀仔鞠的大树 刀仔鞠的大树就是这样 就是少少钱 然后不断浪到 你觉得算了 十倍了 一万到十万 当然收了 收了之后 收完之后怎么办呢? 相信我 我一万到十万之后 试过很多次 但是因为太难倒了 好像有限来想 千万不要实现 真的千万不要实现 一样是那个故事 就是这么顺利 又来过了 又再来过了 然后很多时候都会输了出去 因为你已经买了这么多 其实是不理性的 因为市场已经升了太多了 它只要回落一点 你可能再做好仓的嘛 其实事件已经在行ABC浪 是向下行的 那你就出了大树 所以通常这些 我经验 当然现在不会犯这些错 现在会 经常犯 所以这些必经过程 所以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 赢了钱 如果赢了 真的比你一倍变十倍 真的应该平债仓 拿够钱 踏一踏 踏完再重新再 再度过 千万不要想着 我今天赢了十倍 下行ABC浪也要赢了十倍 是 你正在死的 哪里死的 一定要等 或者一定要转战场 不要再做同意的产品 找另一只 因为另一只是brand new 重新来过的 你可能做完金 或者旗友 或者原油 可能重新到世界 可能原油是另外一个trend 它不会 就是 怕你假定了一些东西给它 对 你就会有一个主观思想 去定义了图的方向和催促 那你就很产畜 不如要过和车 不是 你要洗了旧的记忆 总之现在是一个失忆图 其实你可以玩性爱规矩的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我代你一万变十万 十倍了 那你想想 一年我比你重四次 你都很披霉 对不对? 什么时候重呢? 一年你重四次你不紧 对不对? 很厉害了 你这么想就很舒服了 一年做四次而已 今天第一次成功了 先享受世界 第二次你等机会 一年我预三四次的 这些机会不多 也不会多 所以千万不要 给个陷阱自己踩 不是你今天成功了 明天我再报个第二条冷 我也会成功 不会的 你预一年续三四次 但我保止十倍 你看多重要 好 好了 那医剪先休息一下 回来坐多一遍 这样就做了 哈哈哈哈 再来试吧 睡觉睡觉 睡觉 泥膠玩得多 把泥膠和番茄二 是唯一有见过没有呢 韩国制造的香茄黏土 可以用黏土 搓出不同可爱的造型 曬干之后 就会立刻变成 日常洗手用的香茄 香茄黏土 环保又好玩 又实用 又不伤手 小朋友一起发挥创意 製造你的香茄啦 您知道 我一定会讨论 可以打托